哈囉大家好,我是學學 又來到了Leonide的主場啦 這次的Banner角色是Saki 活動名稱是Get Over It 中文指的是克服他 可以看到在Logo的設計上 代表四人四色的星星一起跨過星空 集結成一股力量 雖然還沒看劇情 但想必又是Leonide跨越困難的一期 在卡池部分,給到的主題是Space Colony 也就是宇宙殖民地 Logo走的是銅去繽紛風 左下角的綠色外星人也有出現在卡面當中 本期的覺醒後卡面跟衣裝 都是按照宇航員和宇宙科學家的概念設計的 很適合一直以來都結合星空異鄉的Leonide 那在四星角色的部分 給到的是我們的Banner Saki 大家的媽媽Honami 以及Leonide的Meiko 三星角是Ijika 二星角則是給到製布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這期卡面和衣裝試穿吧 首先是Banner的Saki 覺醒前是難得專注無笑容的身體 跟天馬斯不愧是兄妹 認真起來氣場都很強很帥 看起來應該是會議中商討事項 這張卡頭髮垂落在臉頰旁感覺很好 專注到連剝頭髮的餘暈都沒有的氛圍我蠻喜歡的 覺醒後的反差萌真是有夠可愛 大圓框眼鏡我先加100分 浮眼鏡的方式很老派 但青春高中生做起來就顯得很呆萌 除了手上有令人在意的宇宙人研究日記外 可以看到四周散落各種小玩意兒 紀錄外星人長相的手稿 差點以為是神代類研發的機器人 疑似電路接錯爆炸的飛碟 還有倒在Saki腿上雙眼發昏的外星人 這種萬七八糟的雜物堆很有Saki的感覺 對所有事物都充滿好奇心的豐富感跟俏皮感真不錯 再來是Honami的部分 看到這張覺醒前的散髮 我整個人都不好了 太好看了吧瘋掉 Honami這張微濕散髮的感覺有夠美 搭配若有所思的神情 我差點以為她穿的不是睡衣 而是貴婦的晚禮服了 不知道為什麼我喜歡的女角 基礎髮型我通常不是很喜歡 像當年Love Life的C也是 Honami這張髮型真的好看到拿去出限定都不為過 好希望之後可以來個這款限定法 周圍放了很多保養用品 不愧是女孩子 牙刷的數量也代表家人的數量 這個細節設定我蠻喜歡的 覺醒部分是宇航員的造型 眼睛跟嘴巴都張得圓圓的 有夠可愛 我喜歡她手裡拿著Saki也有的娃娃 還有把應該是大家給的平安服 綁在駕駛艙的小細節 代表色的娃娃也在 這是Honami會做的事 接著是Leonida的Meko Leonida的Meko一直是走學姐的路線 這張覺醒前的Meko 夕陽從窗外灑落 暖色的光透過窗簾 映照著Meko成熟中帶著溫柔的垂眸神情 Meko推應該會蠻喜歡的 難得可以把紅色指甲油看得這麼清楚也挺好 手控一本滿足 窗台上的四隻娃娃靠著彼此也很溫馨 但有點在意為什麼只有Saki的娃娃背對大家 覺醒後的部分 講真我乍看之下差點以為是製部 同樣是宇宙研究員 但整體用色跟氛圍上 在質地上都比Saki那張來得成熟幹練一點 下半身姿勢超好看 腿部線條我給100分 嘴裡吊著能量果凍雙手都在忙碌 那種精英感一下就起來了 一哥的覺醒前看起來是宮女日常 應該是劇情裡的某一幕 一張卡片有三個角色是鑽爛的一張 覺醒後的卡片有很多多肉植舞超可愛 而且還是星星形狀的多肉 其他上面也長有很多小多肉跟小花的裝飾 令人在意的擬似神代牌機器人也出現在卡面上 還有就是腰的線條吧 真好看 那二星卡的部分就是中規中矩的製部啦 黑衣搭配黃領帶的配色我挺喜歡的 還有就是有點oversize的研究袍和擺折裙 也跟他平常的穿衣風格比較不同 看完了卡面部分 再來就是衣裝試穿啦 說真的當初一看到衣裝 我第一個念頭就是如果Kiseki有出3DMV 然後這期有給到南角衣服就好了 我超想讓靜音雙子穿研究員的衣服 跳Kiseki情懷一下 那這次的宇宙款設計呢 其實之前月卡也有一次類似的主題 感覺可以靈活搭配來組團使用喔 我們先來看看Saki的衣裝部分 先把衣服換上 再來是髮飾 好的 各位請看這個大圓狂眼鏡 超可愛 Saki怎麼這麼適合戴這種眼鏡啊 那整體服裝的話 算是比較中規中矩一點點 長版的類似學生制服的毛衣 那外面加一個研究員的大褐 這個大褐呢 它是結合了一點那種 學生的長版東西外套的概念去做 像扣子的地方看起來就有一點點 像那種牛角扣的感覺喔 那很經典的就是這個萌秀 女高中生必備 那可以看到胸口呢 還有掛這個小的吊飾娃娃 跟它的鎮箭牌 襪子的部分啊 是女高中生某一個時期很流行的泡泡襪 以及經典的學生的皮鞋 色圍的話有四款顏色喔 那我自己是覺得最好看的 應該是原本的那一款顏色 跟紅色的這一款 真的好好看喔 下面呢我們來看一下 Honami的 好那我們先來把衣服換上 再來是法式 好的 基本上啊 Honami的這一件衣服 應該是這一次三張的四星卡裡 我個人覺得衣中最好看的一套 首先就是很顯腿長 腿非常的漂亮 再來就是這個短板外套的設計 腰線是看得到的 那後面呢又做了一個連帽的那個帽子 俏皮感又往上升了一點 而且呢這一件的色違我覺得非常的優秀喔 一樣是有四個顏色 其中我覺得藍色的這個 跟橘色的這個 超好看 超好看 很適合拿去跳BV8的舞 老實講我一看有一種好像在看EVA的感覺 很像美里小姐的著衣風格你知道 就是結合了那種近未來的科技感 然後又很帥又很俐落 給安長他們穿應該都會蠻好看的 另外還有一個我自己的一個小錯覺 他們手臂上的這個壁章 我那時候看第一版原始的時候 我覺得很像一個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那種感覺 很像台灣郵局的LOGO 而且一旦腦子這樣想就整個人都回不去了 把它整掉 最後呢我們來看Mako的這一套喔 先把衣服換上去 再來是髮飾 OK Mako這一套就是很經典的科研的那種形象啦 白大褐然後加上 仔裙 黑色仔裙喔 然後還有這個絲襪、褲襪、緊身的這一種 然後以及手套 整體就是走一個幹練的研究員的形象 那這一件的色圍啊 一樣有四個顏色 主要就是顯示在它的那個 褲襪的顏色跟領帶還有襯衫 微微的改變 那我其實覺得這一套 如果搭配Mako的這一款限定法 我覺得很好看 整個成熟度又更上升 那種五妹大姐姐的感覺有沒有 對但很遺憾我也是沒有這一款限定法的 那說到限定法啊 我們切回去剛剛Honami的頁面 我覺得Honami她自己的那一套衣服 這一套 如果搭配她的那個長的那個限定法 超好看各位 氣質大姐姐 好美喔 啊我推怎麼這麼美 我在Leonido裡面最喜歡的就是Honami了 對我很容易受到有狗狗眼的角色的誘惑 好的那今天的卡面跟一中介紹影片就到這邊 先祝各位有想要抽這一期的朋友們 都可以順利抽到自己喜歡的角色 我是雪雪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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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谢谢观看